大家好,我是小静 最近孩子总是便秘,有很重的口气 夜里也是翻来覆去,不好好睡觉 可愁坏了老母亲 邻居月嫂给了一个配方 吃了几天,缓解了很多 今天就把这个配方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半个火龙果 火龙果滋味清甜,也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并且火龙果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和水溶性膳食纤维 其种子也能促进消化 起到润肠通便,防止便秘的作用 切好的火龙果把它放入碗中 接下来再准备几个小西红柿 西红柿含有大量的维生素,不仅可以补充营养 并且含有丰富的果胶和维生素 有很好的润肠通便的作用 接下来再准备半个柠檬 把里面的柠檬汁挤出来 接下来再准备一勺蜂蜜 把它放入碗中 再加入50毫升的温水 用勺子把它们搅拌化开 最后再把柠檬蜂蜜水也倒入碗中 再用勺子把它们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 这道水果酿非常的好吃 蒜甜可口非常符合小朋友的口味 可以很好的促进肠道的蠕动 减轻肠道的负担缓解便秘 平时吃还可以补充维生素 预防便秘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觉得有用的可以收藏一下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帮忙点赞关注转发一下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